我们在前几集视频中学过 如果我有一个无限均匀带电平面 我在这儿画一个 我不把它画成无限的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如果我有一个无限均匀带电平面 假设这个是正电的 它产生的电场是恒定的 那些是电场线 它们应该大小相同 电场强度或电场的大小 等于2乘以库伦常数乘以π乘以 这个板的电荷密度 如果这是无限的 那么电荷密度是多少 当我们证明这真是一个均匀电场时 我们定义了它 什么是电荷密度 电荷密度就是总的电荷量 除以面积或者说单位面积的电荷量 如果我们有一个无限平面 面积是无限的 如果这是一个常数 这也是无限的 这有点难处理 但是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有一个非无限平面时 它面积有限 在它的中心附近 并且相当接近它 它近似于一个无限均匀带电平面 因此我们来看看 能否找出电压的一些性质 以及电压是如何与电荷相联系的 如果我们有两个平行的 我讲之前先把它画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讲不清楚 假设我有两个板 那个板 然后 我用不同的颜色画这个 我有那个板 假设它们大小相同 它们的面积都是A 假设我在这儿放置 正Q的电荷 那么这是正Q 这是正电 对吧 我可以再画一堆电荷 假设这是负Q 那么这是负电 那么在这两个之间的电厂 看起来 是什么样的呢 它其实是 这个板产生的电厂 和这个板产生的电厂的叠加 在靠近中心处 它们都是常数 假设它们合理的 假设它们分开的距离是D 假设D不是很大 靠近中心处 我们会有一个横定的电厂 举个例子 这个绿色要产生 它的电厂线看起来像这样的 靠近中心处 它是常数 这些意味着看起来是常数 靠近中心处 它看起来是那样的 当你到边缘时 它会开始凸出来 又一侧靠近中心 它是常数 那个应该是倾斜的 它们会开始凸出来 它看起来会是那样的 同样的 这个紫色的板 会产生一个横定的电厂 因为它带负点 电厂线会朝向它 不是远离它 所以它的电厂线 看起来会是这样的 靠近中心处 它们是常数 它的电厂线看起来 会是那样的 你会看到它们大小相同 并且方向相同 在那里它们也会凸出来 所以大体框架就是 此时的电厂 是只有其中一个板石的 电厂的两倍 假设我们 在这些中心处操作 这里电厂差不多是常数 看看我们能否找出 两个板之间的电压 与面积的关系 也许还有与两个板之间的 距离的关系 我们知道 这两个带电板 各自产生的电厂 我要用蓝色写 对于底部这个板来说 产生的电厂是多少 是2Kπ乘以 Sigma Sigma就是总电荷 除以面积 所以是Q 除以A是吧 我们知道 这个产生的总电厂 其实是一样的 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负的 因为它朝向它 但它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看到 它们重叠在 刚刚化的电厂线上 所以那个产生的电厂 我们知道它们方向相同 如果这是负的 所以电厂线朝向它 所以是加上2Kπ 这是Q除以A 我们可以说减法 然后有一个负的 Q除以A 但是我们知道 它们方向相同 所以我们知道 它们是相加的 我们知道 总电厂是 4Kπ Q除以A 现在我们知道 电厂的强度 我们看看能否计算 这点和这点的 电压差 电压差是什么 复习一下 电压差是 单位电荷的电视能 如果电荷是在这里 相对于这里 那么相对于这里 在这个电荷 每库轮的视能会是多少 另一种思考方法是 这里的一个电荷 一个正电荷 因为默认情况下 我们总是假设一个正电荷 当我们讨论 正数和电厂线方向 或正电荷会怎样时 默认正电荷 所以默认情况下 这里的一个正电荷 想向上跑到这个负的板上去 虽然我们以后会学 在电子与电穴中的大多数运动 它其实是负电荷在移动 它是电子在移动 但假设我们的确有一个正离子 或一个正电荷 电压是衡量 如果任何电荷在这儿 如果有条路 它有多么想移动到这点 如果这里有空气 或者这里是真空 它向上移动到这儿 可能有困难或不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连一根导线 在导线中电荷能自由传导 它就会移动 电压就是 它有多么想移动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电的压强 也许我会做一整集视频来 试着得到一个电压的直观理解 因为得到一个直观理解 真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想学电气工程 或者之类的话 总之回到问题中来 我们知道核电厂是这个对吧 它向上朝向那个方向 那么这点相对于这点的电视 或从这儿到这儿的差 是多少 那是单位电荷 一个正电荷从这儿 移动到这儿所需要的能量 是吧 记住 电视能是把一个电荷 从那儿移动到那儿 所要做的工 电压是单位电荷 所需多少 我写下来 把一个电荷 从那儿移动到那儿 所需的工 假设一库轮电荷 它是一库轮乘以 电厂 因为我们总是 不得不克服电厂 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个 相等大小且反方向的力 所以力是电厂 到目前为止 我只产生了这个力 库轮乘以电厂 电荷乘以电厂 告诉我们 作用在电荷上的力是吧 那是力 然后我们要把那个乘以距离 力乘以距离 我们看到 所必须的工是电厂 乘以D交二 这个J是交二 那么 这点和这点之间的 电压差或电位差 是多少呢 我们称那个是点A 我们称那个是点B VA-VB是电压差 那其实是电势能的差值 除以电荷 或者单位电荷 这里单位电荷就是1 所以我们可以只除以1 我们看到它等于电厂 乘以距离 单位是交二 因为我们两边都除以了电荷 交二、美库轮或福特 对吧 那就是单位 那么那等于什么 电压差 我们可以说电压的变化 电压差等于电厂 我们知道是常数4KπQ 除以A 乘以距离 我们可以重新写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是否 我们可以把Q写成V的函数 如果我们做一点代数运算 我们能得到Q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把两边都除以4πKD 并将两边都乘以A 我们可以得到A 除以4KπDV 电压 为什么这个有意思呢 为什么我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 来得到这个关系呢 它展示给你的 如果你看看这个 如果我们设板的面积不会变 那是一个常数 这当然是一个常数 如果我们假设板之间的距离不变 我们看到的是 电压与板上总电荷量 乘比例 那很有趣 因为在做这个之前 也许才想电压和电荷的平方 或平方根乘正比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它是直接和电荷乘正比的 实际上这里的这一项有一个名字 它叫电容 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写一下 如果我们把两边同处以电压 我们得到Q除以V 等于1除以4Kπ 面积A除以距离D 它本质是说 能量的大小 实际上我还不想讲那个 对于一个给定的结构来说 这个结构是以板的面积和距离来定义的 对于一个给定的结构来说 如果我知道我放在板上的电荷量 如果我放了负Q在这 正Q在这 我知道板之间的电压反之亦然 如果我知道板之间的电压 并且我知道它的结构 我就知道有多少电荷 这叫电容 电容的单位被称作法拉 如果你成了一位电气工程师 学了一些电气工程的知识 你会对此很熟悉 要指出另一件事是这里的一项 这样你会知道一点术语 这里这一项 这个1除以4kπ 这经常被称作 Omega0 或Omega 那被称作是自由空间的界电常数 或真空的界电常数 也许在将来的课程或视频中 我会讲为什么它被称作是那个 总之 我已经抄了时间了 我只想给你一种感觉 你可以计算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称之为电容器 之间的电压 它有电容 那个电压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电的压力 这里的电荷有多么想移动到这儿 如果你在这儿放个电线 你会马上学到 不是马上 几集视频之后你会知道 电荷会流动 其实是负电荷会这样流动 产生电流 当我们开始学习更多 关于电流的内容时 我们会讲到对于任何给定的结构来说 它有一个相应的 电容 考虑到那个电容 如果我放一些电荷 我可以计算出电压 或如果我知道电压 我能计算出电荷 下集视频再见 5 3 5 6 7 7